《灰面舊》 每年春秋兩季經過台灣 在美麗的雨刺下 卻藏著一段悲裝的歷史 在烈印人的眼中 他們是上天的禮物 自古以來大肆獵殺 謀求利益 在愛印人的眼中 他們是珍貴的生物 長期以來全力搶救 維護生態 生態與利益的衝擊 在灰面舊的天空下不斷的上演著 《灰面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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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末的十月 在南方的天空裡 一群來自北方的農集 陸續飛到台灣 墾丁國家公園的解說員 蔡以榮 十年來和往常一樣 站在望海的高台上 如同飛機塔台的領航員 手持望遠鏡 遙望海洋 等待這一坡坡 橫渡汪洋大海的過近猛禽 安然降落在台灣的陸地 在我們南台灣 可以看到很多遷徙性猛禽 這裡面呢 大家很熟悉的就是 《灰面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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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座休息 然後繼續向南飛到東南亞過冬 隔年春天 再經過台灣中部彰化八卦山一帶 返回北方的故鄉 在整個遷徙過程裡面 由於我們南端這裡是一個 南面有海的陸地最南端 所以每一年在秋季 我們可以在10月中旬 看到大量的會面就遷徙過境的時候 到恆春半島來停機過夜 隔天一早在這裡會出發點 因此這裡變成是一個 嗓音相當好的地點 由於會面就每年春秋兩季 過境台灣 因此也有親民鳥 國慶鳥的別稱 在生愛上有相當的意義 一般音樂科的門前 它都是屬於那個 食物鏈裡面的高消費者 所以對一些 一些比較小的一些哺乳類 或是昆蟲或是爬蟲類的話 都有相當大的食物鏈的關係 所以因為生愛上的關係 所以類為保育類的動物這樣子 屏東滿洲一帶 提供會面就有良好的漆地 每到10月就可以看見這批國際旅客 一批批來到滿洲休息 許多人來到恆春半島 嗓音都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在社頂看起音 9月10月都是在社頂看起音 但是為什麼10月下午 會到滿洲去看落音 那兩個點是不一樣的 事實上這裡面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滿洲那一帶 它是一個古地 所以它可以提供很好的棲息環境 包括說它的樹很茂密 所以可以停氣的位置多 還有它可以遮風避雨 另外它也比較不容易 受到狩獵的壓力 還有食物也比較多 所以在滿洲那一帶的被風波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猛禽還會在那一帶停氣過夜 但是灰面就南行的天空下 並非一路順遂 夜晚的灰面就 緊確性降低 成為獵人獵捕的目標 以前以前 是以前武器比較沒那麼先進 它用煮一個的武器去爬蠟 現在比較進步 就用玩具槍開著爬蠟 就算說這個爬蠟的習慣 是這個地圖自然形成的一種習慣 很久了 製造一個文化 爬蠟的文化 在屏東南部 每年有許多猴鳥過境 早期就有獵捕猴鳥使用的文化 大量獵殺的景況 外界以三號英一萬西高清來形容 在民國六十年左右 在大量補類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主要是做標本 那一年可以三萬隻的獸類量 那我們若是以這三萬隻來 跟目前的過境族群比的話 你會發現 若是你接了這個訂單 你把現有的全部抓完了也不夠 所以可以知道的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那就是 雖然最近這十多年來算穩定 但是在之前呢 它的族群量實際上是遠超過這樣一個數量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獸類其實也抓掉了不少 在早期 生態保育的觀念並未普及 過境猴鳥遭到大量獵殺 除了部分成為食物之外 有著美綠羽毛的鳥類 大量被製成標本 外銷到世界各國 其中姿態威猛 與色美麗的灰面臼 更成為市場的最愛 因為你打一隻 在牧場的價格差不多有六百塊 你做工一天差不多一千五塊 我如果打十隻我就有六千塊 對不對 平衡時你現在經期外要找工 不容易 台灣南端的滿洲鄉 經濟情況並不富裕 強烈的東北季風 不利農作物增長 居民多數依賴種植牧草為生 農賢期間 折打林工賺取生活費用 每年十月 這批來自北方的猴鳥 當地人稱之耍吼叫 更是為上天賜予的意外之財 對我們來說 從早餐下來 早餐沒有交代什麼 但是我直接的感覺就是 改成說 這上天賜給我們的雷物 我們每年 就是趴來做食物用 還一定賣 一定換到金錢 這裡沒什麼感受 經濟上的困境 成為當地居民獵嬰的動機 也形成生態保育上的一大障礙 為了推廣保育觀念 十年來 每年十月 蔡以榮都到這處高台 計算渡海來台的猴鳥樹 希望透過科學的數量統計 來保護生態 蠻多人都好奇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會去數鷹 然後既然數鷹 為什麼要數那麼久 甚至可能是天天在數 而且持續蠻長的時間 這一開始主要是因為 從事解說的工作 在國外公園擔任解說員的工作 那在解說過程裡面 你會遇到很多的遊客問題 那也包括說 你主動要為遊客做解說 那在這整個過程裡面發現 事實上一般的書面資料 還有以前受訓所得到的資訊 事實上相當少 所以就想到 開始要從野外去收集資訊 十年下來 對灰面舊等過盡猛情的保護 不僅在法律上禁止獵殺 也讓更多人 開始欣賞灰面舊的展翅風采 其中最大的轉變 就是早期的獵鷹人 現今成為護嬰的巡守隊 剛才我剛才的軍隊 我們現在還是軍隊出發的隊 巡守隊長潘福義 分配完今晚的巡邏區域 巡守隊員開始出發 在今年 由十六位當地人 所組成的護嬰巡守隊 早期各個都是獵鷹人 對於嬰群棲息的位置 相當熟悉 哪裡有這裡 哪裡沒有這裡 我都知道 所以打圍圍都差不多那圍圍 對 我都知道圍圍 我都知道圍圍 今天這兩三圍圍 今天去合作賣兩千隻 當初獵鷹 現今護鷹 每位巡守隊員 都相當了解 盜獵者的手法 及行蹤 但是 巡守隊所展示的意義 並非僅止於法律的伸張 更重要的是 觀念的轉變 你不能說一年 就要跟我們拆掉 你拆掉 我們這裡不一樣 你不知道要考慮 我們來做桌搜園 行山園 對 這不是正確的 最起碼 我們現在造成一堆 的巡守隊 有十六個生園 這十六個生園 原來六末打過蠟 最起碼這十六個人 就不在打蠟 這是我們的成果 成果的最基本 由戀因人變成護因人 象徵著會面就等猛禽保育觀念 有著重大的進展 讓當地人 親自參與生態保育工作 但是 手逼挺身而出的 護因巡守隊 實際也背負著相當大的壓力 我們現在做巡守隊 對政府來說 這是一種很好的卒位 但是對一般民間來說 他們跟我們動作 我們是要別的 對不對 我們的壓力也很大 那猛禽一般呢 小型的 它身體的長度 跟翅膀的長度 比例會比較接近 那越大型的 它這個比例會相差越懸殊 今年十月 在滿洲地區 舉辦賞鷹活動 希望透過賞鷹人口的增加 讓大家珍惜台灣的生態資產 另一方面 也希望藉由活動的推廣 打開滿洲地區的觀光發展 讓當地居民不再獵鷹 依賴賞鷹活動 改善經濟 我們這幾年來 我們辦的活動 就有些轉變 超像那些轉變 超像那些 以社區居民為主 結合當地居民 然後我們來以鳥會的地位 來做一些輔導 來輔導當地居民 來做一些生態觀光 那方面的轉移 將近兩個月的賞鷹期 吸引上萬民眾前來 欣賞高空陰陽的美景 隨著獵槍聲 轉變成為驚呼聲 灰面舊等猛情的渡海悲歌 不再哀鳴 在國際上 台灣不再是灰面舊的殺戮獵場 轉身成為一個保育天堂 海面上太陽升起 眾多的灰面舊 隨著第一道熱氣流盤旋升空 朝向南方飛去 在灰面舊的天空下 一位守候十年的老朋友 望向南天 默默無欲 陰在遷徙的時候 那我們會 欸 他們又來了 那他們來了 表示說他們還存在 那當我們透過觀察的過程裡面 知道 喔 還有多少的量 那我們會很安心的一件事情是 他們的族群至少還安好 其實 灰面舊等南遷旅程 飛得萬分艱險 蔡以榮的保育觀念 也是走得百般艱辛 明年 灰面舊會再來 蔡以榮仁將是第一位登高台 迎接會面舊的老朋友 我們來看見 我們來看見